10月5日上午,泰国狮子会在曼谷举行2013年狮子服务活动 在每年的10月份,世界各地的狮子会都会举办社会慈善活动 泰国曼谷市副市长阿蒙出席活动 国际狮子会成立于1917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组织 拥有46000个分会及140万个会员 会员分布于世界193个国家 泰国曼谷副市长阿蒙表示 泰国狮子会成立于1959年2月,至今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 在全泰国共有297个狮子俱乐部,分布在6个地区 泰国狮子服务活动的举办目的就是为了拉近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距离 同时也让富裕阶层有机会为社会做出贡献 当天的服务活动包括免费提供眼睛检查 及为所需人群配送老花眼镜 免费剪发和免费体检等等 织子会的主要活动不仅仅只有社会服务的工作 而且还安排会员联谊及康乐活动 举行各项训练活动和比赛 以及参加国际青年交换计划等等社会活动 每年都会发展到8个地区 每年都会有200个地区 东盟卫视MGTV记者陈顺德 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导 等到2个地区 参加国长参加工厂 包装